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我们Let's Play等一下 马上会跟一个神秘嘉宾一起 开启一段关于上瘾的话题 赶快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优酷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黄景瑜 今天我来到了优酷时尚 你有家园的读者们大家好 我是黄景瑜 和你们关注我 谢谢 Hello 黄景瑜 很高兴认识你 最近在忙什么 是不是工作特别多 工作一直都很多 就跑一些通告 然后拍一些剧什么的 很多的观众还有粉丝 都是通过上瘾这部剧 他们认识你 然后喜欢你 生活当中有没有让你自己 特别上瘾的一些事情 我自己上瘾的事啊 我自己上瘾的事主要还是 就是我钟爱的柔术啊 最让我很上瘾 然后其他方面呢 是买东西挺上瘾的 买东西很上瘾 就是时装的单品啊 还是说生活类的 就是我出门逛的时候 看到喜欢的我就会买下来 对所以这个很上瘾啊 那说一下运动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身材特别好 有没有特别喜欢的运动 除了你刚刚说柔术 我们知道你特别厉害 除了柔术之外 我会选择游泳 然后跑步 其实不是跑步了 走路 谢谢 因为我特别能走路 我走路一走走个十公里左右 没什么就很轻松就走过去了 听说我们刚刚得到一些小道消息 今天马上会参加竞技类的一些项目是吗 哦 竞技类的节目 节目 对对对 嗯 是 不可以多说 可以多说 这个发布会就做完了 可以讲了 是那个急速前进 对 然后今年会有那个 呃 现在嘉宾会有刘翔 有郭晶晶夫妇 霍启刚 然后还有我 嗯 然后还有我的搭档 对 现在出席很多时尚啊 潮流的活动啊 你自己对于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新的 因为其实跟演员跟模特都不太一样嘛 嗯 新的感觉吗 对 嗯 就是离时尚更近了吧 更近了 更近了 以前做模特可能离时尚已经很近了 但是现在可能离得更近了 嗯 对吧 那你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单品 或是啊 时装类的衣服啊 鞋子 包包 有没有让你特别会值得去收藏 然后你特别喜欢买的 最多的单品 收藏啊 我没有什么收藏的 我收藏最多是道夫 道夫 我们有很多限量的品牌 它那个道夫只出几件 我会花很高的价钱买回来收藏 哦 其他的衣服时装我都不会收藏 我就是买回来就穿就用 嗯 最多的就是卫衣球鞋 靴子 皮靴 皮靴很多 我很喜欢买皮的东西 哦 皮靴 那你的穿衣风格呢 是像今天这样吗 还是私底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风格 这个不是我平时的穿衣风格 我平时的就是松松垮垮 很就是舒服嘛 舒适舒适的 对对对 嗯 最我买的都是最大好的衣服 嗯 然后裤子可能不会买很大 裤子会稍微修身一点 衣服都是很T恤外套 卫衣都是买最大的 阳光很阳光舒适的那种风格 那除了我们知道 你经常会在微博上 跟你的粉丝他们互动吗 他们都非常的疯狂 第一个就是 他们都是怎么叫你的 还有就是你除了微博 怎么样跟他们 有一些互动 因为他们真的很关心你 刚刚刚你在拍摄的时候 他们就问 记得要叫你吃饭啊 要给你喝水啊 就很切心 他们怎么叫我啊 他们 你的粉丝团叫什么 分几部分啊 有一部分叫我 鲸鱼 鲸鱼 有一部分叫我老公 哈哈哈哈 有一部分叫我宝宝 哈哈哈哈 有一部分叫我baby 有一部分叫我baby 都很亲密的 对对对 哦 还有就是你现在已经是 应该算是偶像潮流明星 那自己有没有心目中的潮流偶像 包括以前自己有没有追过心 我以前 其实我以前对这个娱乐前关注甚少 甚少 现在已经身在其中了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太看电视 而且不太看这些娱乐新闻的 有些愧疾 有些惭愧啊 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少看 嗯嗯 所以现在我在尽量多的去认识了解一些品牌啊 明星啊 我会尽量多的去学习 那有没有自己心目中的一些偶像 不一定是说在娱乐圈的 我心里偶像啊 嗯 我有喜欢的特别喜欢的演员 我特别喜欢邓超 你喜欢邓超 对对 我特别喜欢这个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 很多人 哎你为什么喜欢邓超啊 是因为他的逗逼吗 是因为他的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就是很喜欢 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这个人 但是你看到他 你就知道 哎呦这个人是我喜欢的 嗯 OK 那要不要在这边 就是跟我们的 你的粉丝们表达一下 他们对你的爱的感谢 谢谢你们对我的爱 2016 就是很感谢你们 但是你们也要注意身体 然后保护好自己 嗯 少花钱买东西 多上上课 就是喜欢你 嗯 对对 其实喜欢我是很重要的一点 嗯 嗯 很高兴 就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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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